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火机上映啊 今天咱们不看你抄戏是很丑这部剧啊 咱们等他更新的多一点 咱们再一次吐槽个够啊 今天我就说说我作为吐槽去up主的感受吧 那天中午我打开豆瓣 看看评分出了没 随便一番 一条五星好评出现在我的眼前 本来以为是粉丝随便刷的 仔细一看这个内容 他妈的我头一次见过这样的弱子 被叫矮子狠撩 哇擦吓到我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极品弱子 才会觉得被叫矮子狠撩啊 还他妈心都碎了 这是男主的脑残粉吧 当然脑残粉夸好看是正常的 才吐槽我们B站的up主啊 整天不入正眼 还说名字里写着说电影 也没见过再说电影 你们觉得他在说谁 啊反正不是在solo 其实啊作为影视区的up 肯定是会被喷的 因为一直做吐槽的话 基本所有演过烂片的演员 都会被吐槽一下 我这个量级的up 被冲的不是特别厉害 那种百万粉吐槽up主啊 每天冲到的事情绝对非常多的 一般常见的就是这种 说我们蹭热度 我寻思蹭个热度 怪他屁死啊 还别NB碰瓷 这是缺了个妈 那天我逛我朋友圈的时候 发现有人发 你微笑是很美 这部剧好看 当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评论到 是一样的剧情好看个筋儿 发完啊 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 这不是我女上司吗 妈的没有给备注 一向没反应过来 于是我立马删掉 但我心里还是怕的 没过多久 我公司的主任找我 让我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这把我吓了一大跳啊 难道刚才的评论被发现了吗 他还把我B站的截图发给我 问这是不是我 我当时想着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吐槽的剧都是我上司最爱看的 毕竟啊 他们每天都在办公室讨论 看到烂剧有多么多么好看 演员演技真不错啊 还让我回去也看一下 你说我一个吐槽区的up主 坐在那边听他们尬吹 是真的很难受的 但是也只能忍着 没办法 想我是个卑微的打工人呢 目前啊B站还养不起我 唯一挣大钱的德罗大陆 收入还被我捐了 于是啊 想着要重新找工作的我 试探一下到底是不是要开除我 啊得知并不是啊 只是调休 并且啊 这个主任还认可我 看来也是受不了办公室 讨论垃圾剧情了 那我寻思的我上司 应该是没有看到我那条评论了 想想我也就放心多了 我还有个同事啊 最近在追那个爱上特种兵 那也是个烂剧 之前我和他讨论过 为啥喜欢看这种烂剧呢 他告诉我 他看局是从来不都不带脑子的 于是我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因为我怕我没有脑子 不知道各位身边 有没有这样喜欢 安利烂剧给你们的朋友 或者同事啊 好了我是商银啊 一个趁热度 混迹于影视和音乐区的 非知名UP 喜欢的话三连关注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我明天上班一切顺利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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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